用手摸一摸猜猜看 这是哪一种原名料理用的香料呢 佛光山极乐寺儿童夏令营 今年以多元文化为主题 融入原住民文化元素的大地游戏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 我觉得正好我在这当中学到了原住民的服装 跟他的习俗 然后跟他们会用的香料 那我们这一堂课呢 就是让大家来认识原住民常用的香料 例如说我手上这一个就是马告 它就是山中胡椒 那它的味道就会比较呛笔 然后让大家透过游戏 然后用文的用摸的来认识这一些原住民香料 这堂课很好玩 因为可以让我跑一跑跳一跳 阿美 这个营队很好玩 可以学到很多的原住民族文化 穿越时空认识更多台湾原生的在地历史文化 佛光山极乐寺每年推出不同的主题 精心设计课程 今年走访基隆 彰化陆港各城市的角落 我们这一次呢极乐寺的儿童下令营队主题 我们其实从去年12月就开始筹备 由我们在去年参加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成立了筹备小组 我们花了四五个月的时间 每个月在线上会议讨论 来定调出这一次的一个城市走读多元文化之旅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课程上面呢 安排了要到彰化 包括八卦山 包括这个彰化的原住民生活馆 那也要到这个鹿港小镇 那甚至呢 还有我们在地的基隆 整个我们在基隆塔这个区域 上海城的一个城市串联跟计划 那最后一天呢 还会拉到南投的九族文化村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行程的重点 因为既然定调在多元文化之旅 我们希望小朋友学习很多的 这个多元文化不同的内容跟特质 那其实呢 当然多元文化也包含了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次课程上面 有相当大的比例 都是围绕在这个原住民文化的一个课程来做安排 所以让小朋友学习原住民的一些生活 原住民的一些手作等等 所以其实也希望在这次营队当中 小朋友都能够快乐的学习 然后获得满满的知识 丰富的旅程能够呢 让他们属期呢 有一个满满的回忆 参与的孩子们不仅要增长知识 更培养了对文化多样性的欣赏能力 这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 成为孩子们暑假中珍贵的回忆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